先关注一下即将满三个月的俄乌战争 真相主义被揭露 美国一家卫星公司透过200多枚卫星 从太空拍下了马里乌波尔的大型粉种 完全曝光了俄军残暴的战争罪行 而俄罗斯前线传来让人心痛的故事 匿名接受CNN采访的军官说 他们奉命到乌克兰去杀害手无寸铁的村民 他不断受到罪恶感的鞭打 最后不为高层起诉的威胁 坚持辞退回家 谈起俄罗斯只有恐惧恨不信任 经历985天监禁噩梦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利德 四月底透过美俄换球 重新踏上家乡土地 2019年夏天 他飞到俄罗斯想找远去恋爱的女友度假 却因为喝醉倒在路边被带往警局 俄罗斯当局知道他是美国人后 开启了一连串审判 最后以他对警方施暴为由 判处9年徒刑 他被丢进心理矫正机构 和一群患有精神障碍的连续杀人犯 关在一起 曾经完全绝望 担心自己会被灌药成为行尸走肉 利德每天胆战心惊 几乎崩溃 曾贴身护卫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他万万没想到是当时的副总统拜登 入主白宫后伸手拉他一把 让他刻意回家 同样令人心碎的故事 发生在一名俄罗斯人身上 二月底他被军方派往乌克兰战线 交出手机 在坦克车上喷代表胜利的字母Z 这名俄罗斯军官和同僚 被送进乌克兰村庄 奉命只要村民靠近直接开枪 那名接受CNN访问 这名军官在开战后 偶然透过收音机 得知俄罗斯受到国际制裁 经济开始崩溃 在罪恶感驱使下 他做出决定 这名军官目前已经回到 俄罗斯和家人团聚 但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 是否会被起诉 俄罗斯入行乌克兰持续三个月 许多真相也逐一被揭露 马里乌波尔港口卫星照片 从距离地面450公里的太空拍摄 美国一家卫星公司 在这次俄乌战争下 以自家200多枚卫星 揭发俄军不想让外界看到的残暴 成为专家研判战争罪的重要依据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影片 宣称以旗下KA-52黑鲨武装直升机 对乌克兰军方发动攻击 顿内刺客一所大学外语学院大楼 整层楼被炸得支离破碎 20号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就任三周年 他与第一夫人难得合体同框 两人笑称感谢电视台 让他们两个多月来第一次见面 透过受访喝茶约会 言谈中充满对丈夫的心疼和坚强 当乌尔战争尚未画下休止符 乌克兰从上到下只能绷紧神经 迎来俄罗斯不断的挑衅和攻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